今天,傍晚时分天空下着大雨 我们下班回家时 听到不远处传来喵喵的哀嚎声 于是开始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远远望去路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躺卧在路上被雨水淋得湿透 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只可怜的猫仔 这时猫爸爸壮着胆子胆战心惊 慢慢移动靠近猫仔 猫妈妈在旁边发出哀嚎声 流浪猫一家痛失孩子 这真的太凄惨了 通过现场的情景来判断 流浪猫应该是 为了到对面的垃圾桶寻找食物 猫仔冲向垃圾桶时 头部不幸撞上正在快速行驶的快递车 眼睛立刻被撞击掉了下来 猫爸爸,猫妈妈被眼前的一幕惊吓躲在角落 猫妈妈缓过神来后走向猫仔 在拼命舔尸爱抚唤醒幼猫 不停地抚慰着她的孩子 看到猫妈妈悲痛欲绝 时不时地流眼泪 失去了孩子她无法接受这一切 我们想施以援手猫妈妈吓了一跳 但怎么也不肯离开 继续想方设法唤醒她的猫仔 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猫妈妈就想陪伴在孩子身边 此时雨越下越大 我们担心猫妈妈身体被淋湿透 在大雨中扛不了多久 于是决定展开救助 我们首先检查了一下 猫仔是否还有生命迹象 经过仔细地检查观察 前后左右上下的探测 希望今天能出现奇迹 哪怕有一点点的生机 我们都会送她到宠物医院抢救 猫仔身体还是热乎乎的 表明了事故刚发生不久 我们继续检查一下 我们继续检查一下 经过详细地检查 猫仔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这时远处的猫爸爸 猫妈妈 伤心地哭泣起来了 一动不动坐在远处 默默守护不愿离开 我们赶快买了一包猫粮 放在流浪猫经常出入的地方 让流浪猫家族有食物可吃 等待流浪猫信任人类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收养它们 同时为所有救助流浪猫的好心人点赞 愿地球上每一只小动物都能得到善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